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往家里种植一些花花草草 就能够让整个房间变得更加有生机 每次回家还能看看花 让自己有尽心的空间 都想要把花草养好 很多花友为了花儿 可谓是煞费苦心 像糖米水生根水之类的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比糖米水生根水更好用的办法 那就是土豆泥 因为在土豆中 还有着一些能够刺激植物花会生长的物质 这种物质的名字就叫做是羊酸 说白了就是能够强健植物的根系 让植物的根部生长得更好 比如让家里的绿螺 等植物叶片油绿起来 所以土豆时间长了就会容易发芽 发芽后的土豆一般会有一定的毒性 就不能吃了 不过也别扔了 那来养花还是不错的肥料 可以选一些家用发芽的土豆 因为发芽的土豆养分更多 更有利于植物吸收 皮可以削掉 然后直接碾碎成泥 与土壤混合后会加速土壤营养的形成 从而使植物根茎 发达茁壮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 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